为国争光 这个月初却因为苦无经费 所以四处筹借 不过在短短两天的时间 就成功了募得400万 而下个月的18号就要出国了 选手们也抓紧时间赶紧练习 现在还有厂商是赞助100双压力袜 让所有的选手无后顾之忧 能在国际赛事上拼出好的成绩 距离世界杯拔河赛倒数计时 时间是晚上八点多 体育场里大亮灯光 南投高中拔河队还没休息 平举30公斤哑铃 同学们几乎用尽了全身力气 而这还没完 体能训练8到10分钟一个循环 得持续一个小时 练习过后不论寒暑 都得像这样把下肢泡在冰桶 冰镇水疗 而受伤也是家常便饭 眼睛闭的 眼睛闭的 这些苦要牙吞了 再过不到一个月就要飞到荷兰 参加国际拔河赛事 过去的比赛常选军 从韩国一战成名 大大小小国际赛事 从亚洲跨足欧洲 少不了他们身影 如今肩膀上重担不只是输赢 还有多少台湾人民的期待 避兜用品的厂商 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忙 或是赞助 管是在物资上 金钱上 当初连天团五月天 也帮忙号召募款 短短两天时间 南投高中拔河队 凑足了四百万旅费 还有厂商主动提供 一百双压力袜和T恤 让选手们免去后顾之忧 卖命苦练累积实力 不拼不行 人在 一百双压力袜